我是做梦也没想到 把五花肉放啤酒里泡一泡 出锅瞬间编成五星级大酒店 桌桌必点的特色美食 皮脆肉内比龙肉还好吃 花10块钱买了4条五花肉 先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煮的蛋白美 可以软化肉汁 这样煎起来才能相而不腻 碗中打入一个顺产的公鸡蛋 搅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泡好后放葱姜蒜蚝油 好吃的观念就是放入一袋 调好味道的蒜香椒盐粉 很多饭店大厨都在用 试过四五家 还是觉得他家的味道更好 平时用它做椒盐土豆椒盐大虾 都非常好吃入味 加一勺食用油 抓匀后腌制10分钟 再去掉葱姜蒜 加入一勺淀粉继续抓匀 锅中油热 把五花肉放入平底锅 一定要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 滋滋冒油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椒盐五花肉 鲜香入味 外酥里内 切的时候一定要忍入口水啊 因为实在是太香了 代客也有面子 喜欢就点个赞收藏试做吧